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小梁讲电影,我是小梁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搞笑剧情片《杀手的档期》 电影主要讲述了小伙爱上了一个大美女 可没想到这个大美女却是职业杀手 最后他还带着两亿现金嫁给小伙当嫁妆的故事 故事很搞笑,之前的小伙伴记得一定要看完哟 男主聪明哥是个穷屌丝 这天下班后他打了一辆车回家 上车后他才发现司机竟然是个大美女 这傲人的身材和修缠的双腿真的是太性感了 他情不自禁的就响如飞飞起来 没想到此时妹子一个急刹车 差点没让他把五脏六腑给吐出来 聪明哥一脸懵逼,不愿意也不用这样整他呀 可接下来的一幕却让他惊掉了下巴 只见妹子下车后举枪射击 一眨眼的功夫,几个西装革履的男子就被当场打死了 聪明哥吓坏了,难道这妹子是杀手不成 他赶忙下车逃命,但是车门还没打开呢 就被妹子一脚油门载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 此时聪明哥的头上套着黑袋子 而一旁的女杀手则举枪逼问他是否愿意娶自己为妻 聪明哥一脸懵逼,这是要闹哪样啊 紧接着他的头套被摘下,女杀手又发话了 他说自己叫大漂亮,只要聪明哥愿意娶她 他就把眼前的两亿现金当做嫁妆送给聪明哥 聪明哥抬头一看,立刻惊呆了 直见眼前的大货车里装满了现金,太诱人了 不过此时大漂亮又发话了 他说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两人真的结婚的话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我也是罪了,这哪是结婚啊,这不是拜把子吗 不过聪明哥是见前眼开,当即就答应了大漂亮 毕竟两亿的现金啊,干到死也挣不来啊 身价一夜暴增之后,聪明哥就飘了 他来到公司并找到了老板,然后趾高气昂的辞职不干了 不过他可不仅仅是辞职,走之前还把老板狠狠的臭骂了一顿 总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此之后他来到了大漂亮的豪宅 两人也正式开始商讨结婚的事情 此时大漂亮跟他表明了自己的杀手身份 他说那天假扮出租车司机是在执行任务 碰巧遇到了聪明哥 所以他是唯一活着并见过自己真面目的人 之所以选择跟他结婚 一是为了防止泄密 二是自己的年龄确实不小了 他想金盆洗手过正常人的生活 此时聪明哥却听得心惊肉跳 跟一个女杀手过日子能正常吗 说不定哪天自己就被他的仇家干掉了 可是自己现在已经成了知情人 相夺是不可能的了 于是他只好硬着头皮在这里住了下来 晚上睡觉的时候 聪明哥竟然又动起了歪心思 他不停的制造噪音 想要跟大漂亮一起欢度春宵 但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呢 大漂亮竟然掏出一把手枪 并对准了他的脑袋 聪明哥很崩溃 这哪是春宵 简直就是母老虎 不过下一秒 老婆却向他使了个眼色 原来是他察觉到了隔壁友人 本以为是仇家寻仇来了 没想到听了半天 却是个猥琐大叔 于是两人终于放下心来 接着便倒头睡去了 第二天大漂亮来到了医院 原来他得了一种罕见的疾病 目前只剩下几个月的寿命了 除非出现奇迹 否则几个月后 他就只能一命无呼了 直到此时聪明哥才明白过来 原来大漂亮跟自己结婚 是拿自己来冲喜的呀 可是已至此他也只能停止认知了 这天大漂亮开着一架私家车 带着他出门兜风 路上聪明哥被一辆跑车吸引住了 于是在下个路口 趁着聪明哥方便的时候 大漂亮竟然也弄了一辆跑车过来 聪明哥很兴奋 于是两人一起在马路上狂飙起来 可是没有开多大一会儿 车子竟然没油了 不得已 大漂亮只好下去推车 可是因为用力过猛 他晕了过去 没办法 聪明哥只好汽车步行 并背上了大漂亮赶路 不知道走了多久 大漂亮在昏昏沉沉中醒了过来 当他意识到自己在聪明哥的后背上时 他一脸的幸福 看来自己的选择没错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第二天一群仇家找上门来 而且还不由分说的就绑走了聪明哥 他们以聪明哥作为人质 并要挟大漂亮 拿着那两亿现金来赎人 很快大漂亮就只身来到了绑匪的老巢 而且还和他们展开了一场婚战 一番战斗下来 绑匪成功被大漂亮消灭殆尽 但是大漂亮也身受重伤 并消失不见了 聪明哥缓过手来后 主动找到了警方 然后把那两亿现金交了出去 因为再多的金钱也买不了感情 他现在只想让老婆快点回到自己的身边 而老天爷似乎很劝顾他 影片最后大漂亮果然回来了 从此两人就在一起 并过上了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 看来这部电影 小兰感觉很搞笑 假如给你两亿的现金 让你去取一个将死之人为妻 你愿意吗 好了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搜搜看 或者点击下方的关注哟 我是小梁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或者有想要的优质电影资源 就私信告诉小梁吧 小梁每天为你解释一部电影 喜欢小梁的话就订阅我吧 但一定要记得转发哟 小梁在此谢过了 么么哒 我们下期再见吧 小梁在这里